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二十二集 成哥进入三楼收集线索的过程中 看到了公寓里那几名奇怪房客的秘密 险些被发现的成哥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直到脚步声逐渐远去 走廊上重新陷入一片漆黑 整个楼层又回归到了安静中 成哥这才松了口气 靠 吓死我了 又等了三分钟 外面仍旧没有任何异常 成哥这才慢慢推开房门 猫子腰走了出来 为了避免被发现 他没有打开手机手电筒 一手扶着墙壁缓慢前行 听这几个人的对话 他们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墙壁里的女士确实和他们无关 要说起来这群人也够倒霉的 霸占了老人家的公寓后 谁知道竟会在楼顶墙壁里 发现一具尸体 正常人发现尸体的第一反应 肯定是报警 可这几个人自身不干净 一方面害怕报警被警察查出自己的案底 一方面又觉得和尸体同坐一栋楼 甚人 没办法 只能选择帮真正的凶手背过 主动挖尸掩埋 难怪房东再三交代 不让我在午夜以后外出 原来他们是打算处理这件事 这会儿 陈哥的双眼已经适应了黑暗 他加快速度 准备尽快离开公寓楼 一路亲手亲脚 陈哥背包也不准备要了 他直接来到了一楼 然而公寓楼的防盗门却被锁上了 坏了 那些人去买尸体 临走还不忘锁门 陈哥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一楼走廊的窗户上 安装了防盗网 三楼的窗户被木板封死 我现在唯一能离开公寓楼的出口 就是二楼房间的窗户 公寓内的气氛很诡异 陈哥不愿停留 他提着工具锤返回二楼 黑暗中的走廊悠长深邃 又静得可怕 就像是一只埋伏已久的凶手张开嘴巴 一旦有猎物进入 就会被咬得粉碎 陈哥自己的房间在走廊最左侧和房东的窝子紧离 他高度警戒很害怕某扇房间的房门会突然打开 放慢脚步保持呼吸 用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陈哥才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幸好没出意外 等会儿我把窗带困在窗框上 从二楼下去应该没问题 陈哥摸出钥匙 借助手机屏幕的微光 找准锁口 他正要将钥匙插进去 手臂突然凝固在了半口 我放在锁眼里 那半根头发怎么不见了 寒毛瘦气 恐惧如潮水从四面八方袭来 陈哥只觉得手脚冰凉 有人进过我的房间 他们知道 我不在房间里 呼吸变得急促 肺力好像塞进了一块冰 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是挖尸体之后 还是 在发现地上的棉絮时 陈哥向后退去 他看着自己居住过的房间 很快冷静了下来 不能回去 那些人 现在很有可能就在我的房间里 或许他们 正拿着铁键 躲在门后 强大的心理素质 让陈哥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逃出去 拖得越久就越危险 一步一步后退 陈哥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心里很轻重 现在只有通过二楼的窗户 才能离开公寓楼 其他的路都已经被躲死了 漆黑寂静的走廊里 陈哥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 悄悄退到了走廊最右侧 这里是二楼距离他房间最远的地方 那些房客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 今天能不能保住小命啊 就看这一波了 陈哥紧咬牙关 举起工具锤 重重地砸在最右侧房间的门锁上 笼罩平安公寓的死寂被打破 陈哥像疯了一样 连续锤打门锁 随着一声声巨响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走廊最左侧 陈哥原本租住的二零八房间 房门被推开 听到响动 温申男和房东两人 手持钢签和菜刀 面目猙獰地冲了出来 快开啊 连续锤起 坐头终于一样 陈哥毫不犹豫意意见 开在房门 门板重重撞击在墙壁上 陈哥冲入屋内 拉开了玻璃窗 操 这么高 站在窗檐旁边往下看 这里距离地面至少有三四米 只听到走廊上传来结束的脚步声 跛脚房东和纹申男正在跨一步逼近 陈哥来不及思索 翻出窗户 双手拔着窗台 脚踩一楼防盗网 而房东那张丑陋暴躁的脸 却已经出现在了房门口 他举着菜刀 面目正义 他肯定看见我们办事了 千万不能放他走 这阵子 陈哥哪敢犹豫 直接松手跳了下去 胳膊被墙壁擦破 衣服也让防盗网 划出一个大口子 陈哥落下后 就地一滚捡起地上的工具锤 就朝大运外枪抛去 快 抓住他 房东一声怒吼 将手里的菜刀对准陈哥扔了下来 后脑一凉 陈哥看着插之豪里 深深插在身后草地里的菜刀 冷汗直流 绝不能落到这群人手上 他们已经动了杀念 公寓楼的防盗门 这时候也被打开了 埋伏在一楼的胖子和女人 抓着修锦灌木的铁姐冲了锅来 他妈的 一群疯子 陈哥大骂一声 用尽全力狂奔 好像利剑般窜到大院铁门 他踩着房东兴欢的大索 抓着秀极斑斑的铁链翻门而逃 公寓楼被一片密林包围 夜色漆黑 根本看不清路 再加上又被几人追赶 匆忙之下 陈哥直接冲入树林当中 一追一逃 收电筒的灯光不时扫过 房东和纹身男的叫骂声 在身后响起 陈哥头也不敢回 他此事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赶紧逃出去 衣服裤子被树叉枝满划烂 满身的泥泞和树叶 足足跑了十五分钟 陈哥才把房东他们摔开 他半蹲在灌木丛里 看着远处扫来扫去的微光 手指抓进泥土堂中 大口大口吞吸着空气 太惊险了 差点就被抓住了 这试炼任务的难度 也太大了吧 黑色手机发布的任务 向来以生死为赌注 更可怕的是 它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刚才被困在公寓楼中时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稍作犹豫 或者选择错误 就很可能会丢掉自己的心 暂时甩开房东 但这并不代表 自己的处境已经安全 我得离开这里才行 陈哥缩在树叢里 事实上他很担心一扭头 突然看见房东他们 拿着修织剑和菜刀出现在身后 但心跳恢复正常 陈哥慢慢从灌木丛中站起来 房东手电筒的灯光 已经消失不见 深夜的密林一片四季 连虫鸣和鸟叫都很少 给我拿走 他人生地不熟 在密林里狂奔 现在连东西南北 都分不出来了 要不就在这里多到天亮 趁哥拿出手机 发现直播还在继续 黑屏了一个多小时 满屏都在刷问号 这么诡异的直播间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司机们 也开始抹不着头脑了 他没有去和谁有交流 看了下时间 正准备点开赫山的回信 侧后方忽然传来 树枝摇晃的声音 陈哥立刻把手机塞回口袋 防止屏幕光线 暴露自己的存在 同时抓紧工具锤 他紧张地手心冒汗 似盯着发出声音的树丛 没过一会儿 一束浅浅的光亮照了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